耐热度,然后补充钾 有机会,你如果有可以来倒水果 买那个香蕉,香蕉吃医师 或者是梨,它都是附甲的水果 它可以帮助我们平衡体内的钾离子 然后菜呢,如果你觉得太咸 其实入香水俗,吃咸一点点 大离子可以补充人体汗水带出去的 因为大离子它需要一个水平 它如果过低,一样也是免疫力会下降 所以我们这边的老百姓 早晨起来,如果经常在室外活动的人 每天早晨会喝一杯淡的盐开水 对于在这样的季节里面 还是非常有力健康的 好了,我们这边的餐厅有到了 吃完晚餐之后,各位嘉宾就要回酒店休息了 当然刚才在游船上面 小洛也有介绍到 杭州晚上有一场秀在西湖上面演出 印象西湖非常精彩 但是这个呢,不在行程之内 但是作为杭州导游必须介绍 因为的确,印象西湖推出之后 为杭州的文化名城的提升 做了很好的宣传 如果啊,如果各位嘉宾你觉得不来今天有兴趣的 等一下可以跟你们的全培 陈小国讲啊 因为他是你们全培 所以呢,是白天也陪,晚上也陪 那小洛呢,是你们的地培 所以呢,我只陪到你们行程之内的结束 就可以放我回家陪女儿睡觉 明天早上我再到酒店来接你们 所以领队跟全培 那领队更惨的是台湾陪到大陆 然后算从大陆陪回台湾 少一个人他就惨了 他就要被那个东森给踢出去了 所以你们有一些,如果有觉得这一次难得来家蛮不错 要想要去看印象辛苦的 可以去咨询您陈小国 呃,也未必有做啊 因为我有带高生的其他一些系列 我们都会有去,去查1500的位置 几乎天天报盘 所以很多旅行社他都是一天一个星期就定好的 如果你们有想法可以问他 可以问他这样的 一个小时嘛,7点45到8点45 这样,因为今天有时间 所以要把我们介绍一下去不去随大家 那你来讲,门票260,你会帮他们自己买吗? 没有,我跟你们讲 就是刚才那有两位也问了我这个问题 我们上一头也有人要求 就是这样子的,我们这个就是 门票你们自己买 然后因为师傅车子必须要拉回送 然后拉回送的话,都会需要长多半小时 所以的话呢,每一位 给师傅三十块钱的车钱辛苦费 然后必须要达到十个人以上 你们吃饭的时候三两价 门票是260 然后加三十块钱的车钱 这样子,好不好 你们吃饭的时候三两价 给我一个大部分 十个人以上,好不好 来,吃饭了,减分了 今天吃饭,可以分位啊 鱼山就在门口 还要停那个上面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